这是1994年大象泰克疯狂袭击人类的真实影像 视频中泰克一改往日温顺的模样 拼尽全力的袭击地上的驯兽师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得疯狂逃窜 直到泰克被警方击中87枪 彻底倒地不及后这场混乱才停了下来 那么泰克究竟经历了什么 又为何会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 视频中疯狂的大象名叫泰克 出生在莫桑比克森林 由于他的疯狂举动 导致马戏团的两名工作人员 当场死亡 以及数十名群众受伤的惨剧 然而当了解到了泰克的悲惨遭遇后 身为人类的我们 却很难对他说出一句质责的话 众所周知 野生大象向往自由 又喜欢群聚生活 原本泰克和象群一同生活在莫桑比克森林中 他本应该在象群的保护下 无忧无虑地长大 结果却经为一次意外与象群走散 从而造成了悲惨的开端 还没等泰克从无措中走出来 就遇到了非法捕捉野生动物的猎人 天真的泰克并不就对他们多防备 因此很快就落入了猎人的陷阱内 运送到了当时臭名昭著的获森公司 这家公司经常做一些非法生意 尤其热衷于给马戏团提供表演的动物 因此很快泰克就被夏威夷的一家马戏团 以高价买走 并有了现在的名字 资本的本质就是追求利益 更何况购买泰克已经花了不少钱 为了快速回本 马戏团根本不管泰克是否年幼 是否适合上台表演 就似乎忌惮地强行逼迫泰克训练 为了防止泰克逃跑 他们用沉重的铁锁锁住泰克的四肢 然后将它关进特制的牢笼里 这种笼子非常瞎斩 泰克进去后不仅跑不掉 甚至就连转转身和蹲下都做不到 只能保持战力 为了给他一个下马位 训兽师会连着喝他好几顿 不让他喝水吃饭 甚至叫都不让他睡 一旦发现他睡觉 训兽师就会拿出特制的巷钩 狠狠地打在泰克身上 这种巷钩类似于镰刀的形状 打在大象身上瞬间就会出血 起初泰克还想反抗 但总会迎来一顿毒打 九回九至他终于学会了顺从 训兽师也放过了他 将他从这种牢笼里放了出来 然而出来后的生活并不就好到哪里去 为了能让泰克快速上场赚钱 训兽师不管不顾地加大了对他的训练 甚至还将得意地表示 不能对泰克太好 不能轻轻地抚摸他 一定要狠狠地打他 最好要打到他苦苦爱好为止 因为他觉得痛感会让野生动物更加听话 为此泰克经常遭到毒打 甚至还经常挨个 然而这些却依旧不能令训练师满意 这是下回以马戏团大象泰克 疯狂踩踏训练师的认识录像 泰克被马戏团残忍虐待21年 以努之下疯狂报复训练师 却只会能够逃离牢笼 回归大自然 那么泰克的逃跑究竟能否成功 经过一段时间的高程度训练 泰克终于学会了下跪 以及打鼓的动作 但这还不能令马戏团感到满意 一切要求泰克做出更加高难度的动作 从写字到画画 从环球到跳舞 只要学不会 不是被惦记就是被毒打 马戏团只关注泰克带来了多少利益 而观众们也只关注泰克的表演有多兴起 门友人真正关心他的心理和情绪变化 甚至门友人关注过他表演背后 究竟付出了什么样的惨痛代价 一次泰克被逼着学习钻火圈 但是以后的训兽师手中的巷口更加领他恐惧 前后为难之际 他最终还是钻进了火圈里 灼热的刺痛瞬间传来 训兽师不仅没有任何安慰 还对他骂骂烈烈 觉得他不聪明 这么简单的动作都学不会 并未逼他一遍一遍的从火圈里钻出去 泰克被打得遍体鳞伤 皮肤上也全是被烧掉的痕迹 但是他不敢停下 因为停下来就会迎接更加残忍的折磨 在这一段环境中 泰克无时无刻不想着逃离这里 事实上他也确实这么做了 但大象毕竟不是人类 思维逻辑肯定不能与人人相提辩论 他们有办法制定完美的出逃计划 只能趁着训练 脚链被摘掉时 寻找机会枪行出逃 但是他就怎能抵挡住人类的高科技武器呢 因此很快就被抓了回来 并且遭到了训兽师更加惨无人道的对待 然而即便如此 泰克对自己的向往依旧没就被抹灭 他在这种非人的环境中 生活了整整21年 期间无数次想要逃离这里 但都以失败告终 在与马戏团的斗智斗涌中 他也逐渐明白 自己要寻找一个能够逃跑的机会 很快他就等到了这个机会 1994年8月20日 泰克所在的马戏团在下回忆 有异常盛大的演出 开始之前 马戏团为了让泰克在表演中更加出色 为此特地设计了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泰克每天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因此更加坚定了逃跑的念头 表演当天 马戏团的管理员 将泰克带到了等候区准备上场 没想到泰克竟然做出了一个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 马戏团大象被参联决在21年 一怒之下疯狂踩踏顺手势 报复人类 结果却被警方连开巴士气象 那么泰克的结局究竟如何 1994年 等候上场的泰克突然将管理员一脚踢开 等他倒地后 泰克更是毫不留情的狠狠地踹了上去 疯狂地往他身上踩 现场的观众不明所以 还以为这是马戏团的新节目 因此哥哥看得渐渐有味 甚至还有人为泰克的行为喝彩 很快训手师就发现了不对 他立即拿着电棒和相钩上前 企图阻止泰克的行为 没想到 这次泰克并不就像往常一样退缩 而是勇敢地迎了上去 一脚就将训手师踩在地上 招呼在训手师身上 这么多年的折磨 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讯息 此时现场的群众才意识到不对劲 纷纷往门口的方向逃窜 现场一片混乱 很多人被推倒被踩踏 但是这些情况压根不是泰克考虑的事情 他报复完训手师后 快速地向外面跑去 此时他只有一个念头 彻底逃离这个人间炼狱 蓝天白云外面猩猩的攻击 象群的生活 才是他最向往的生活 然而偏偏有人要阻止他追求美好的生活 一个管理员试图关上马戏团的大门 结果却被泰克撞开 只要想到自己曾经被虐待的生活 泰克的内心就非常愤怒 他叫管理员先犯在地 刚想让他也常常被虐待的滋味 结果下一秒 泰克身上却突然一腾 随即他就看到身边 围着一群身穿是服的警察 已经无数黑洞洞的枪口 泰克仍就想让管理员付出代价 但他怎么可能斗得过真枪实弹的人类 明白这点后 他强忍着身上的剧痛 想要逃离这个马戏团 无论去哪里都行 只要能够离开这里 然而身边的枪声刺激必复 整整87声枪响后 泰克再也没有站起来 他无力的倒在了地上 眼中是对自由和远方的无尽向往 然而他发出的阵阵悲鸣 却无人能懂 大家只知道 马戏团的一头发疯的大象被打死了 自己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 却并没有考虑过 泰克究竟经历了什么 也没就注意到 泰克在逃离马戏团的过程中 除了马戏团那些虐待他的人之外 并没有主动伤害过其他人 从头到尾 他想做的 不过是彻底离开这个 令他备受这么的地方 招呼原本属于他的生活而已 但是仅仅这么简单的事情 他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都没有完成 也许在这21年的被虐生活中 这就逃出来的这半个小时 才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所以没有买卖 就没有伤害 从来都不应该成为一句空函的口号 而是应该深深的 根植在每个人的心里 请不吝点赞订阅